现在赖清德要党员私生活要检点 不要在这个时候讨论2026选举 赖世保就说 陈宗彦跟李英锦的事都发生了 现在喊话有讲等于没讲 回到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立委赖世保来到了现场 欢迎早安 是大早安 所以我们来看到 有关于赖清德 最近民进党丑闻连环报 所以赖清德希望这些党员们的私生活 要检点一点 然后也说2026 现在先不要把它谈得这么早 但问题是赖清德要他们私生活检点 这检点的对象不是都新潮流的人吗 一下子陈宗彦 一下子李孟 一下子林一锦 他这个话大家听不懂 他说要检点 可是这些人 包括陈宗彦 包括李孟彦 包括林一锦 这个都是赖世的人 要他们的人检点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你现在什么检点呢 你现在没办法 时间没办法回过去了嘛 所以讲这个话等于没有讲一样 他重点放在后面那个地方 说马上2026 要现实上选取 大家稍安物赵 他在讲这个东西 就变成说大家不要现在 好像乱成一锅粥 开始枪 这个枪得很难看 吃相很难看 他在讲这个 那我们都知道 就现在来说的话 嘉义嫌啊 台南市啊 高雄市啊 在过去这几届 其实民进党提名 任何一个人温调啊 所以就竞争得非常激烈 那那现在讲这个话 不会有人理他呢 不会有人理啊 因为大家想到那个地方 我只要呛到初宣过了 我就赢啊 那为什么要 关你这样讲什么 所以他现在讲说 讲说要检点 这个话是多余的 因为这个都已经发生了嘛 陈总院是疫情的事情 李孟院是疫情的事情 林医情是疫情的事情 你说现在检点 现在开始检点 开始检点 不要碰这个 不要碰那个 问题美妇期啊 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嘛 所以他终点放在后面那个地方 这个时间没有到啊 不要那么早就 就开始觉得 好像要争这个东西 问题是在于在于哪里 赖清德上来之后 你就发现到 他对外 就是都在于党 对内 非赖系的 他也都很凶啊 所以几乎只有 他那一系的 赖清德系 系列的 才有饭吃啊 才有肉吃啊 其他的人大家看到觉得说 自己拼啊 新市长自己拼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重点是在于 你在拿捏的时候 是不是让民进党内部各派系 大家觉得你公平来处理 大家在担心这个啊 就担心 因为权力还是在赖清德手上嘛 所以大家当然会担心啊 那当然试图想要来影响 2026的还有一个就是监察院 我们看到昨天监察院 针对新美市府过去爆发的 这个胃腰案来做出了纠正 同时还说这里头有为师 但是监察委员也没有办法确认 到底有没有胃腰的事情 没有办法确认有没有胃腰 然后就去纠正新美市府 但过去他们陈宗燕的案子也说 南检还在侦办之中啊 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弹劾陈宗燕 这又是一种两套标准吗 这个到底的双标了 陈宗燕的事情 监察委员不贪恶 理由就是说英文南检还在查 那同样的标准 你看新美市的胃腰案 到现在也没有尘埃落定啊 到底真相是什么 有胃腰吗 胃腰到什么程度 这个也不知道啊 那结果你现在来讲就 这里就开始纠正了 为什么 政治办案啊 很简单啊 这个陈宗燕自己人啊 这个新美市是别人啊 是敌人啊 国民党啊 先修理再说嘛 所以这个监察院真的 做了这些事情 让人家敲不起 真的是 大家会觉得说 真的把他废掉痠了 就一切都是为了国民党来追杀的 对啊 就是一切就是追杀非绿军的 这个政治人物 变这个样子 所以监察院道道弟弟 制作界成了民进党的东厂而已 很悲哀啊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打扮大波 转露 打扮大波 他好aime 还不错 都击得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